Hello 大家好 現在要介紹什麼呢 又不是介紹相機 又不是介紹鏡頭 現在介紹一支腳架 最新回來的一支腳架 都是我們一直有代理的牌子 Jazzino 這個牌子其實我們店鋪也有賣了一段時間 現在剛剛回到一些新貨 我就逐一支介紹給大家 這一支 我先看看貓子 把貓子放在這裡 不要緊 這一支是2535C 2535C 我先開箱 這個袋子也很小 都方便攜帶 我先來看看 哎呀 掉了一個貓子 這一支就是全炭籤腳架來的 對啦 我開了給大家看了先 跟著先說一些數據給大家聽 我已經可以反過來 來裝的 這一支是 這個箱子 放在這裡 不行 看到 膠袋放在一邊 先 剛才我秤過這支腳架來的 1.3KG 高度大概是164CM 都有回 我差不多高 我都不是高的人 剛剛好164CM 1.3KG 我覺得都很方便去攜帶 以及全炭籤腳架 它有什麼功能呢 腳架其實都不是有什麼特別功能 現在腳架用了這麼多年了 用來用去其實變化都不會很大的 我先說一下特色 都是有一些 金屬扣 腳架可以 翻出來就變回 闊一點 適應不同的地形 可以下去這麼闊 適應不同地形 例如有些高高低低的位置 我們都可以 不同的位置 都可以做回不同的承托 那個波頭 那個波頭就是小小 很適合小機用的 說真的 太大支腳架 我們拿出去 如果上山下海的 真的好辛苦 現在我都年紀大 你拿不到一些很重型的腳架 出去拍風景照 我寧願找一支小小的腳架 穩穩陣陣就可以了 好 那除了腳架 還有什麼特色呢 現在腳架 拿一支出來 做單腳架 就必須的了 我覺得也是 非常之方便的了 這些單腳架 可以拿到出來的 有不同的配件 都可以上去 就下頭的 這些設計非常方便 而且都是一些標準設計 我覺得現在都是 以前我們就要買一支單腳架 出去用的 我記得以前我還有一支 收買了一支支支掃 那支就真的重了 那支就真是 只是一支單腳架 我想都有成幾支 OK 那波頭 都是 這個 對了 再會旋轉 還有一個 水平尺 這裡有一個水平尺 有三個水平尺 這裡一個水平尺 對 打橫打直 還有腳架 自己應該有一個 自大的水平尺 在這裡 自大的水平尺 等一下 close up 可以看看 自大的水平尺 在這裡 OK 好 那還有什麼配件呢 我先找一找 有條手帶 可以上回去 卡在這裡 OK 對了 有條小筒 說明書 還有一些小五金配件 拿出來 有三條六角時 三條六角時 讓你做回一些 上回一些 這些位置鬆了 可以上回去 配釘腳 釘腳也很重要 可以脫掉 這裡有三個釘腳 在一些不同的地形的時候 可以用 脫掉下面這個位置 就可以放釘腳 下去了 好 可以下釘腳 咦 釘腳會關掉 對 很方便 放釘腳下去 OK 好 這些都是一些 基本配置 我現在可以開一支腳架 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開一支腳架 給大家看一下 這支腳架是五折的 碳籤腳架 我覺得現在的 碳籤腳架 這個造工都很成熟 不會說 只有兩大牌子可以去買 國內的腳架 現在做得都非常之美 非常之精美 這些 這支腳架 就是中山生產的 在中山那裏 我覺得它做得不錯了 好 好 扭的 對 非常之穩陣 我覺得 OK 這裏還可以伸高 墨三段 好了 這支腳架差不多這麼高 164、165度 對 非常之方便 輕便 還有 說真的 一支這麼幼的腳架 都是給我們用一些小機 去上山 拍一拍風景 去做的 你說 大風一點會不會吹到震 大風一點 吹到震就一定 這支這麼幼的腳架 但是呢 這些腳架 勝在夠輕便 放一些小機 就非常之方便 和非常之好用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說 想大支腳架 穩陣一點 我稍後還有另外一支介紹 好了 這一支就介紹到這裏為止 先收起來 通常我用腳架 都不會去到這麼高 說真的 都是這些位置 OK的了 好 非常之好 OK 沒問題 最後說說這支腳架 多少錢 這支腳架 就賣980元 非常之划 一千元都不用 就有些碳纖腳架了 如果有些什麼問題 或者想看這支腳架是怎樣的 看看實物 可以去我們旺角店 去看看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